来了圆培后 我的普通被无限放大 尤其是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当我大一的第一门高数出分的那一刻 我就意识到 学术道路今后与我无关了 竞赛出身的理科大佬 拿满分我能接受 但看到同位高考文科出身的同学 都考了95加 我彻底蒙不住了 在这群接近满分的大佬面前 要是因为高数差点不及格被劝退 我怕不是要成圆培学院最大的笑话 在大佬云集的北京大学圆培学院 学科竞赛得奖是家常变反 省市状元更比比皆是 而我在这一对精神闪的奖牌得主中间 显得尤其普通 因为超常发挥 而考了全省文科第七名的我 没有任何竞赛经历 也没有任何学术特长 张生总老师推荐我来圆培 我还差点吓得以为 他们要打发我去学圆培培育 来了圆培后 我的普通被无限放大 尤其是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学科竞赛世界第一 高二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初中考过英语专八 要是科节当初也来圆培 差不多就能凑出一本圆培一文录了 当时我还有点充劲 觉得自己虽然起点极低 努努力应该也不会太差 而我现在已经决定彻底躺平了 因为我想通了几件事 在为期一周的先生训练营语 圆培找来各员系的资深教授和学长学姐 讲解各专业的魅力和专业选择的经验 不过大多人听过这些五花八门的讲座 反而更捆惑了 听起来每个专业都很热门 师资都雄厚 前景也都极好 要单凭兴趣呢 总不能因为雷星山老师讲了几个段子 就都拿起小铁锹去学考古了吧 纠结了几天 最终我很自不量力地选择了 火爆多年的光华风向 以为能凭借自己还不错的 搜手能力站稳脚跟 结果一门高速送走了我的基点 我是有一些倔脾气在身上的 觉得自己可以努力把基点拉上来 结果在现代 盖头 微观上又连摔了三个跟头之后 我放弃了 灰溜溜地转到了别的专业 然后美其名曰 自己不太有光华那种世俗的欲望 从光华转到其他专业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自由 终于不用再硬撑着学不擅长的东西 能自由地选择给自己留一条舒服的退路 在原培 有的人自由地选择学科 而我自由地选择了放弃 换专业 在原培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 比如我室友 本来是在心里的 可自从大一暑假开始 他桌上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排红色的发条小本 果然 大二他转去法学去了 在两个毫不搭边 而且都很硬核的专业间横跳 他现在竟然还能过得很滋润 显然和我一样 已经看淡了几点里的风筝 为了降低转换专业的成本 缓解我们的学业压力 原培准许我们延长学习年线 我们组成岩壁 学院的初衷是好的 但一方面 岩壁与不岩壁的权衡 往往容易让人在纠结中迷失 而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同学 选择把岩壁当成 加大内卷力度的工具 道理很简单 不同年纪 祭典水平 保研压力有差异 而在祭典 课程 制度上有更深阅力的学长学姐 就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 跳到下一集 争抢为数不多的保研名模 当然 岩壁并不总是好事 出国申请时 岩壁往往意味着 对学习能力的质疑 而在工作岗位上 岩壁则代表着年龄 经历上的历史 所以岩壁 在赋予你自由选择特权的同时 也给你出了一道难题 这无异于 把高口报志院时的纠结场景 重新搬回到大学生活里 只不过 你在报志院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五颜六色的宣传册儿 和招生组天花乱坠的眉言 而到了大学在做选择 感受到的只有现实 不断打给你的耳光 有人说 岩壁是一个微缩的北大 在一个完整的大学里 才有的各种生活体验 在岩壁的这栋宿舍楼里 几乎都能感受到 比如宿舍生活 岩壁所有同学都住同一栋宿舍楼 不按专业分寝 因此 一间宿舍的四个人 很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专业 在学院的设想中 学化学的 能与学古生物的室友 畅谈文物保护的化学应用 而学数学的 则可以和学中文的室友 畅想语言研究的统计学方法 但实际情况往往是 学经济的我 和学计算机 学法学的室友们 在火锅店研究吃猪脑花 到底符不符合道德伦理 原培人在学术上就更典型了 在普通的院系 你可能只会感受到 大佬静在我身边 可是在原培 情况竟是各专业大佬 竟然都在我身边 因此 微缩的北大 有时往往意味着 放大的脚率 比如说 我们就有一间宿舍 四个人里面 有三个都拿过国家奖学金 而剩下的那位 大一就已经去中金学习了 大一去中金实习是什么概念 一个学金管的研究生 都很难进中金 而更多人的大一生活里 则根本不会出现实习二字 我大一的时候 连中金试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是什么重工企业 大佬们不但记点高悬 内展起来也毫无松懈 原培有门通识课 我一个学数据科学的好朋友 拉数据跑回归 讲了一堆专业术语 最后拿了95家 还跟我抱怨说成绩太低 而另一个扬言 要卷两万字论文的大佬 最后出成绩时 还比我低了几分 我看着他在朋友圈怒怼 助教和老师 扣着乐了半宿 果然人和人的悲欢 是不相通的 确实确实 内卷不止在原培 原培以外 学校里还有很多 我想都不敢想的内卷传奇 比如某同学 在论文上线4000字的情况下 硬是把多出的8000字 塞进了角柱里 和我同上高数课的学长 期中考后 每周缠着助教 查卷改分 从期中缠到期末 硬是把试卷 从80多分提到了95 而某学姐 为了拿到UCB的交换 和资深老教授苦苦要求 痛惩自己多么厌恶业界 只想和教授做学术 可是她在拿到名额的第二天 就在实习群里 投起了简历 一个通宵复习的期末期 考完最后一课后 我打开朋友圈 发现自己已经一个多月 没发过任何内容了 内卷有让我快乐吗 没有 比起成绩单上的90家 我更想要一个 有声有色 有血有肉的生活 而朋友圈里的这一长端空白 本该有更多 有意义的事情填满 而不是每天死守在自习室里 看书做题的后半页 我回到宿舍 第一件事 就是把内学期 所有的学习资料都扔掉 然后打开电脑 买了第二天去泰国的机票 我想马上逃离这里 马上逃离与内卷有关的一切 在泰国玩了大半个月的我 用手机原相机 和现学的剪辑技术 剪出了我人生 第一支旅游Vlog 我随即感觉到 人生的路 在学术的节点上迅速收窄 但很快 在下一个节点又豁然展开 原来除去学术 还有更多可以探索的未知领域 我开始在各个可能的兴趣点 和发展道路上做出尝试 把大一时和同学一起做的 校园公众号捡了起来 做到现在 也有了不小的粉丝群体 大二时 接手了一个时尚自媒体 和十几名同好一起搞街拍 做美妆讲座 和几位原培学长 创办了做设计的兴趣组 作品广受老师同学的喜爱 疫情期间 我又去某视频平台做了博主 看着不断增长的数字 和成千上百条留言 感觉就挺爽的 我不确定原培 有没有让我活得更好 但原培起码让我有了选择的勇气 如何选择 怎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是我在原培 用一整年的摸爬滚打学会 承认自己的失败 没有让我丢面子 反而让我对自己的接纳变得坦然 在焦虑和抑郁 愈发普遍的今天 拥有全人看开的勇气 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力 其实决定躺平之后 身边的朋友没有问起过原因 我在不同兴趣领域的城市一努力 在得到他们的一句好厉害之后 就迅速回归了平静 再无波澜 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会 对弱者有太多的关心和同情 而我的躺平 在他们看来仿佛天津地义以外 在这样一所大佬云集的原培学院里躺平 让我慢慢发现 我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前沿的学术理论 或者教人的学术成绩 而只是一个自由 自主 自信地做选择的空间 何谓自己的选择 担起责任的勇气 而原培恰好交给了我这些 至于我的选择到底好不好 谁知道 先冲再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摆脱焦虑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也许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真正意义上躺平的人 说着讨厌内卷 但还是忍不住 各自在其他不同的地方继续卷下去 当我们讨论它的意义是 可以试着和这份 因为心有不甘而生出的焦虑一起共存 让它督促着我们继续向上努力 同时要学着自洽 试着接受自己的普通 当遇到极其无力的时候 稍微放过自己一点 嘿嘿 假装投个币 What 进出的东西出来了 就是你给我们三连投币了吗 下次一定 好